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的跳马和女子平衡部的比赛 在女子平衡部的项目上有中国选手姚金南参加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姚金南 曲抵前空翻站目 小翻 小翻直抵后空翻站 非常漂亮 两个A组的跳步 为了满足组别的需要 挺身前空翻 接 羊跳 两个D组 团身前空翻站目 自由腿高于水平的转体 那么540度是D组 360度是C组 ORUも ズミ足距全可以 Yu could seening Perfectly compare sence then Pu tol Nancy Yu could look at my eyes Hu could look at my eyes Hu could look at my eyes Hu could look at my eyes 。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刺的地方 平衡目击项目好练不好比 关键就要看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是否能够不出错 阿雷凯男子跳马 这是白俄罗斯的布劳斯基 这个动作首先落地的质量很明显就不好 那么他原计划要做的是卢玉富 也就是7.0难度 那么卢玉富跳呢 他是躯体的后空翻 但是这名选手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躯膝很明显 所以可能会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做成团身的话 那么难度只有6.6 第一次进行的练习 由卢玉富兰 蓝玉富兰 我们来迎接下来到这座室的 我们来迎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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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主要是看裁判怎么认定他的姿态是属于团身还是曲体 因为这个难度差0.4 打出来了难度分7.0还是承认了他的这个动作 但是呢曲息严重的影响他的完成分 完成分只有8.55 来看第二条 前手翻弹身前空翻两周 6.6的难度 向前的空翻 落地要站稳 对弄人的要求控制是非常高的 好来看一下姚金南刚才平衡目的得分 难度分6.1完成分8.650 14.750分 接下来再来看平衡目的比赛 这是法国的瑟瑟里 上气鞋的时候掉下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 挺身前空翻 地组 做了一个侧空翻 这两个地组没有直接连接上 否则的话呢就可以得到连接的加分 非常可惜 高难的动作掉下气泻 这是一个阿拉伯团身空翻 难度达到F组 C.C.C.的混合连接 后手翻整体360下摆成作目分腿座 自由腿水平的360 这是个C 如果转到540的话 就是D 下法 下法 侧下底这套动作还是有亮点的 但是重大的失误太多 掉下两次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阿拉伯团身空翻F组 他就是向后跳起转体180 团身前空翻 在女子平衡目项目上 难度最高的是这一组 也就是直体后空翻360 波浪斯基第二条15.300 得了15.425分 这是他的两条平均分 好了 再来看一下塔拉鲁德国选手跳马 卡拉鲁德国选手跳马 卡拉鲁德国选手跳马 很大的状况 回放中来看一下 但是运动员好像没有因此而受伤 这也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前手翻 团伸前空翻两周 因为是向前的路 所以呢 重心很不好控制 因为是未知的 他不想向后的路 6.6的难度 从难度来看不算是特别高 因为男子的话基本上是7.0 算是比较高的难度了 但新的时间自己做下庠的难度 diagnost机会 男子的话 我们想位置等 oke 阿晋綠 ير时代十年 eries 淨语 人数年 竞交关在那 od � 걱室 在治 between 区价党 味道 Husch玟 这个写y netes 目前 所以 在男子跳马这个项目上没有中国运动员参加 第一跳 难度分6.6完成分8.150 成绩14.750 第二跳 这是一个6.6的难度 德雷格斯 空中姿势什么呢控制的还挺好 但是落地明显的偏了 而且呢单脚出到了界外 法国的瑟瑟里刚才的平衡目成绩 我们来看一下 难度分是5.2完成分只有6.075 得到了11.275分 比利时选手 万瓦列根 平衡目 采用的是D组的上法 他的上法要比前面选手的上目难度更高 小翻拉拉提 动作不是特别轻盈 自由腿低于水平的力转360度 这要比位于水平低一级 前团 后团 后手翻下摆成综木齐坐 交换腿结环跳 这个动作显然是不够规范的 他要求前腿是平行于木面 后腿要脚 基本上要和头部成一个结环状 后续两周下 下法站得非常稳 万瓦列根这套动作的难度不算太高 主要是连接少 而且没有特别高难的单个动作 完成质量不算特别的好 动作也不够轻盈 有些发沉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比完的塔拉鲁德国选手跳马 15点162分 这是他两跳的平均分 乌克兰选手 拉迪维洛夫跳马 这个动作是德拉古列斯库 7.0的难度 他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呢 多转了180度 难度提到了7.0 落地还是落得很正中的 前手番团伸前空翻两周 转体180度 这一转的转体 这一转体能够是一转体能够的转体能够 五層居上的層次呈离 reopen了 雷居濛、多可知, 在雷居上的一層層層, 但在 relate 2008, 他也知了如何, 这个公园中, 加尼英国, 当每个年后, tenth的助攻, 根据在这層層層層的層層 層層層層。 第一跳难度7.0完成9.125 成绩很高 16.125分 第二跳 这个动作前面有选手也做过 德里格斯6.0的难度 他的两个跳落地都落得非常的正 也就是在这个中轴线附近 虽然向前迈了一步 但最后他的完成分摇比其他选手高 比利时万瓦列根 平衡目 13.45分 然后来看一下日本选手 Sasada的平衡目 相当厉害 这是目前我看到难度最高的上法 G组 前团 交换腿结环跳 高举腿360 CC混合连接 后面有一个羊跳 但羊跳的位置有待上去 日本选手 这道动作整体难度不高 但是亮点就是他那个G组的上法 箭子 直抵后空翻 转体360度上 如果是团身的话呢 难度要略微低一些是F组 如果是直抵的话 就能达到G组 也就是女子最高难度的上法 这道动作整体难度包括质量 不会对中国选手 姚金南有任何的这个威胁 单次 跳马16点06二分 这是刚才乌克兰选手拉蒂维洛夫的成绩 芬蘭的土哈 6.6的德里格斯向前迈了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步算不算出界 应该出界了 踩在线上 而且呢还超过了界外 在跳马的比赛中 想拿到好成绩 必须首先要有两条 相对来说较高的难度 从这一战来看 7.0是最高的难度 他难度分6.6完成分9.325 出界追加扣掉0.1 第二条 这个动作是楼云 难度是6.2 前手翻 直击前空翻 转体540度 这一战来看了 这一战来看了 好来看一下日本选手萨萨达了得分 难度分6.1完成分8.325 14.425分 你用热爱助就的大运梦想即将点燃361度 多一度热爱从这里开始 大师行河 圣德西 爱时尚饭 爱库宝珠 爱汉贵者 爱爱爱爱 红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 沙漠系天然苏打水 漠海清泉 享受自然 德国系非凡家 菲林格尔 亲爱的我们去西班牙度假吧 真的吗 终于可以做恋爱的犀牛了 好浪漫的呢 要多带几套我们的情侣内衣哦 登陆恋爱的犀牛.com 做地中海的宠儿了 坚持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 爱跑步爱特步 百变就是我的范儿 正大新时尚生活 比起冲破终点 我更爱兔满未知的起点 快乐是枪抢前的心跳加速度 化快乐为力量 贵人鸟 一路上有你 西尼亚商旅男装 嘿我们是Sky 这个篮球我们最爱 换过前空换过Sky 这个英雄 我特 街头英雄 万根内尔荷兰选手 平衡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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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子直定后攻关 前团 挺身前空翻 小晃 低水平360 又一个地主 这道动作 难度 大概在5.9左右 没有出现过太明显的失误 也是一套比较有 实力争夺奖牌的 承讨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目前在那第二位 他两跳难度呢 都不算特别高 但是因为完成质量还可以 所以现在能够凭借6.6和6.2 总分排到第二位 乌克兰的亚库伯维斯基 跳马 6.6的德里格斯 但是他的完成质量 要比之前运动员做的应该说都好 落地很稳 没有太大的这个移动 而且呢落得也很正 色态方面稍微有一点脚腿 但不是很明显 难度分6.6完成分9.425 看第二条 感谢观看 德拉古列斯库 7.0的难度 他是一个 很有竞争力的运动员 一跳6.6 一跳7.0 第一条落地非常好 第二条稍微往前迈了一步 但是也不算特别明显的问题 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 加转180度 柯兰选手 万格内尔难度5.9 8.725的完成14.625分 现在他的平衡目已经排到了第二位 以色列选手 马卡苏塔 平衡目 剑子 直地后攻翻 挺身前攻翻 挺身侧攻翻 一大晃 分腿挑战360 自由腿水平360 稍微有点勾脚 团伸侧空翻 脚下不算太干净 交换腿平腿跳 狼跳 一个C 一个A 的跳步 后期两周下 第二周的时候分腿很明显 在幕上分小晃 大晃 我们掉下器械是最严重的失误 凡是转体度数是按照你体种和落种的周数来计算的 烏克兰的亚库波维斯基 跳马得了第一名 16.062分 他两跳的难度比其他选手很高 而且他两跳的完成分都上了9分 拉脱贝亚的卡拉达索夫 这个动作要比其他选手的难度略微低一点 只有6.2 那么其他选手呢 很多人都做了德里格斯 但是他呢 是比其他选手转体少了180度 所以他难度只有6.2 他这一脚在界上不算出界 就是比其他选手呢 第一场难度分6.2完成分9.15 15.350分 前手翻弹身前空翻两周 6.6的难度 姿态分要扣掉不少 双膝的分开的幅度太大 超过了肩宽 落地深蹲向前跳一步 以色列选手 马克苏塔的平衡幕13.325 目前排到了第五位 希拉的米鲁斯 米鲁斯 地组的上目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 DBC的连接 加0.2 又是一个地组的技巧 CC的混合连接 加0.1 羊跳地组的跳步 属于舞蹈 又是一个地组的技巧 交换腿接环 一组的跳步 下方 这套动作 应该说完成得相当的漂亮 它在墓上给人感觉 特别的轻盈 动作舒展 而且很稳 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的鞋子 跟其他运动员不太一样 它有点像芭蕾舞鞋 后期两周下的时候 稍微有些分腿 拉多威亚的卡多索夫 最后成绩15.375 排名第五位 俄罗斯选手 阿伯利亚金 这一套是卢瑜富 难度7.0 他的曲体就做得很规范 这个比前面 也就是第一位出场 去跳这个动作的选手 不管是膝盖的这个位置 还是脚尖 做得都很规范 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这个动作是 团身姿势完成的话 就是6.6的难度 一种重力的第二次步 在终于一步 的年轻人 专家是俄罗斯 阿伽利亚金 然后可以在前面 有些重力的重力 有些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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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分7.0 完全分9.250 16.150分 第二条 用了6.6的难度 现在难度最高的两位选手 都是一个7.0一个6.6 那么最后就要比谁的完成分更高 从目前来看 他的两条完成分超不过之前的乌克兰选手 虽然他们难度相同 现在平衡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 俄罗斯的亚伯亚金 15.950分 最后成绩 16.050 最终是获得了第三名 现在女子平衡目分胆子跳马就全部结束了 第一次跳马获得金牌的是乌克兰选手拉迪维洛夫 并列冠军的是他的队友 亚富波维斯基 俄罗斯选手亚伯亚金是获得了第三名 好 好 下面就要进行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 在这个项目上有两位中国选手参加 分别是 谭思欣和姚金男 我们现在首先来看谭思欣的成讨 前手翻 肢体结构翻转体720 再接一个跳步 后去两周 箭子后直540 接前直 后直900 结束 中国选手谭思欣 那么这一次参加科特布斯传 也是给了中国的这些年轻的选手 很多国际大赛的机会 这样也是磨砺他们的心理素质 从回放中可以看 看中国运动员的跳步 几乎可以说是用教科书班的规范来形容 在民党的一些gesche 即使是她已经摇读了 also她已经摇读了 代表出来 投票 而且我相信 不是最终的 从上去 来自乡海 入联合军 与民党的最终的 下面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姚金楠 后直1080开场 后直900接前直 后540前360 9.7 2 2 5 6 6 后续两周结束 姚金南这名选手在这一次的科特布斯战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的 出色 他比过的项目都拿了第一名 难度分5.6 完全分8.650 14.250 目前排名第一 德国选手 团身炫开场 后540 后至900的间接连接 后续两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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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